這個如果是在那種一般的火鍋店 這個可以切三片 這很有誠意耶 而且它蠻厚的 這真的是可以遮臉 對 很快嗎 香 大家好 大家好 這邊是 店裡有隻貓 天氣越來越冷了 超冷的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吃羊肉爐 對 羊肉爐吃到飽 這應該是我們手指頭數得出來 你說我們吃的羊肉爐吃到飽嗎 對啊 因為我們不太常吃羊肉爐吃到飽 對啊 上一次吃的那間已經倒掉了 好幾年前 而且這種店就是只有在冬天才會開 他們就會放暑假 不一定吧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 那這家剛剛開了一個招牌一些 號稱是全台第一 不知道真的假的 全台第一羊肉爐吃到飽 它叫做 香菊 就在那個附星路上 市政府旁邊 市政府旁邊 旁邊的旁邊 我們走路來就可以了 嗯 然後這邊的消費方式就是一個人 470吃到飽 然後就是你可以吃到它這邊的 它這邊其實 我覺得 肉之外啊 它這個 菜類的東西給的超級豐盛 還不錯 我覺得蔬菜總之就很好 我剛有的都有耶 還有三桶蠔 還有水蓮 水蓮 那這個蔥段 這種是蔥啦 這是蒜 這是蒜 然後它就是你可以加進去湯裡面 超大一片 然後洋蔥 玉米筍 金針菇 還有那種什麼 白雪菇 金針菇之類的 不知道 秀針菇 杏鮑菇 然後就是好多東西 你光猜都拿不完 各種原型食物我覺得滿讚的 對 而且呢還有雞蛋 可以拿到飽 然後重點就是它的羊肉 羊肉的話它是不是有兩種對不對 應該說只有四種 因為我看它像這幾本就是有那個羊的羊大骨 羊大骨 然後羊大骨好像有兩種 那一種就是像這種就是有肉的 那我看大家知道 都拼命拿這個就趕快丟下去 當鍋底那邊煮 然後就是讓湯頭更濃郁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種是 就是好像是羊筋的 就是它骨頭上面是有筋的 喔這個這個這個 對對對 喔這個 嗯 就是比較多筋的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那種羊肉塊 帶皮的那一種 嗯 就是這個 這種就是一開鍋就要丟下去 煮 讓它煮 煮久煮潤 對啊 所以其實剛剛在開錄前 就已經先丟了 先丟一些 一堆羊進去了 就已經丟了一鍋在這邊 嗯 然後這邊也有就是羊肉片的部分 嗯 還有豬肉片 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還有這個甜點啦 中華豆花 還有就是有豆花跟冰淇淋吃到花 然後還有那個小火鍋店 一定會有的那一家冰淇淋 啊說真的啊 那現在要幹嘛 就是等了 等是不是 那在等的時候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先來吃這個肉片 超大 超大一片 這個 這個 這個如果是在那種一般的火鍋店 這個可以切三片 嗯 我的好像可以切 差不多三片 你看這個至少可以切三片 它一片就是長這樣 嗯 這個很有誠意耶 而且它蠻厚的 這真的是可以遮臉 對 對 很棒耶 嗯 而且這種 在這種 這種 冷冷的天 這麼大片的羊肉下去 真的 很誇張 不知道其他羊肉爐店的肉片 有沒有這麼大片 因為我們也沒有吃過其他的球 可以之後再去吃吃看別的 嗯 反正現在冬天才剛開始 欸這邊的空間其實蠻大的 蠻寬敞的 嗯 啊當然就是比較歐斯波一點的感覺 就是沒有什麼裝潢啦 嗯 反正來吃這個又不是吃這麼網美店 又不是吃裝潢 嗯 我要去吃它的食材 嘿嘿 來來來 欸它這次有帶 它不是全部都是肉 它有帶一點肥的部分 我們要吃原味 嗯 當然 那它的湯頭利不厲害 嗯好好吃喔 每一整塊吃掉了嗎 嗯 當然啊 嗯 好好吃耶 然後這個是 豬肉片 嗯 也是很大一片 它這個其實都是已經煮過啦 嗯 它就只是冷凍的嘛 再放下去再把它熱過 我其實就可以再吃 就可以吃了 嗯好好吃喔 還不錯喔 我覺得我光來吃那個羊肉片 其實我就夠了 它的肉好厚喔 吃起來不是那種 你去弄火鍋店 那什麼什麼小羊羊 那種包包的那一種 不是它那個是很厚 而且沒有嚼勁 嗯 哭肉也好吃 來來吃吃看它這個 嗯 大塊的羊肉 也滿好吃的 嗯 好香喔 嗯 這比較有點像是 有羊腩這種東西 就是牛腩 牛肉麵組的那一種肉塊 它這邊是不是一定要吸那個 羊骨髓是不是 對啊 啊你有拿吸管 它真的有吸管 當然有啊 這這個一定要 就是要加 喔 那這邊就是它的那個飲料的部分 就是你要花錢買 就要加錢 現在很多店都這樣 沒有附飲料 是 但就是剛剛說的 醬料啊 肉啊菜啊 冰淇淋甜點 就是都吃到飽這樣 我覺得我好像 就是火鍋料拿得太多 而已 剩那些肉就很夠了 好爽喔 這個是 帶骨的 嗯 吃吃看那個帶骨 大家來到這種羊肉店都吃哪一種比較多啊 不知道 應該各有各的喜好吧 那有些人就比較喜歡吃 就可能那個大火 然後像你可能就是吃這種肉片 或者是肉塊 嗯 那有些人就喜歡吃金的 交金的部分 像我就喜歡吃等一下 我想要吃金的部分 它這個羊味就是不會很重 就是我覺得剛剛好 就是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有些羊味都不見了也沒有意義 嗯 還是要有一點要的 太多了 好像又有點過頭 那這個 對我們剛好 換我吃喔 請開始你的表演 這邊這個骨髓的部分啊 因為其實我平常不太會去吃這個 嗯 但我們老闆娘呢就是 很喜歡吃這種 大骨裡面的骨髓啊 大家有看到那個 大家應該有看到這畫面喔 就是那個一整根 其實我好像沒有那麼近距離看過它 它怎麼如此的 這算小根的耶 如此的具體 會不會很燙 等一下會不會燙到 等一下 雲塊嗎 酸 它是什麼味道啊 羊味嗎 沒有味道啊 它就是軟軟的 像 叫什麼 不會形容耶 就是骨髓 所以你今天打算要吃 要吸幾根骨髓 哈哈哈哈 不知道耶 目前拿了大概六公斑 這個會有說吸太過不好之類的嗎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那個是不會吸飽 嗯 你看它軟的軟 你看骨髓 就是羊的骨髓吧 好吃 骨頭肉 不錯不錯 這一間很推薦 我吃完 剛剛還覺得很冷 現在整個手都熱起來了 手都熱熱了 你也很熱耶 對啊 很補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吃過這一間 還行 還是大家都去哪一間 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去 試試看 我剛剛啊 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 不知道是因為 煮了很多羊肉啊 很多蔬菜的關係 還是它本身湯頭就很厲害 這湯頭 甜到誇張 超級甜 自然的那種甜味 湯頭下去整個人精神都來了 好了 已經不知道飽到哪邊去了 你應該還可以再吃啊 一點點 就是把剩下的菜 也不會切一切 我沒有辦法 你看這邊這個 滿滿的骨頭啊 大骨肉 大骨頭 然後老闆你也不知道 洗了多少 那我是覺得 就是 這邊的肉很好吃 然後它的筋都很嫩 不會說咬不爛 肉片很好吃 肉片很好吃 然後湯頭很讚 然後它的蔬菜 其實真的都還蠻 蠻甜的 玉米筍超好吃 而且 種類真的很多 就是 不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是 大概唯一的缺點就是 這附近比較不好停車 喔 對啊 因為我們是走路來的 馬馬路邊 停那個啊 是這個旁邊的停車場 大概只能這樣 然後 空間很寬敞 大概就這樣 而且最近菜價一直漲 這邊還有一堆菜可以吃 蠻爽的 就這樣 那 如果你還沒有來吃過的話 可以 就幫我來吃吃看 個人覺得不錯 這種冷冷的天 吃一鍋這個 整個人都好起來了 對啊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外帶也可以 他也有外帶的服務 就買回去讓你看 就可以自己家 青菜還有很多料 在家裡也可以煮羊肉乳來吃 好 就這樣 今天就看到這裡 為了不要錯過之後 還有好多好多影片 大家記得 讚讚 分享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好啦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